这个伊朗准备要开战了 我们拭目以待了 你看现在在台湾除了绿媒还会去播报大陆的 解放军绕岛逼得很紧 海军空军以及东山岛那边有登陆演练 登岛演练 也只有绿色媒体去报道了 然后绿色媒体在做一个很奇怪的连续剧电影 我都懒得截那个图了 智障版 要动员队 还把监狱里的囚犯说要放出来要对抗 我瞄个几眼 看那个戏剧简介了 放出来对抗解放军 你也知道这个时候 你也要放监狱的人 你放吧 你放吧 反正要开战了 到时候你慢慢出来 反正他们这种买办政权 这种叛乱买办政权 到最后他一定是什么都乱搞 他也不在乎 不过看了这个东西会来响应的人 我看他的那个智商也有问题了 我这个台湾岛专出爪耙子 我前面讲过嘛 专出爪耙子的岛 你还要动员 这个日本人曾经玩过 要动员在打那个南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不抓台湾的军夫吗 那个 他发现有两个地方的人 争过来的兵都有问题了 台湾是表面上是很黄军强巴拉 就是帮着去进攻中国大众那个时候 就是在清华战争期间 很凶狠 但是当中又会出一些爪耙子 这也是后来国民党拿来宣 正在那个 拿这个来当做爱国主义教育的 那个时候老蒋时期的一些材料 因为当中会有些爪耙子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兵是更糟糕 是朝鲜兵 朝鲜兵刚开始是没有爪耙子 全部帮你去打 甚至当虎仓 可是看到你不行的时候 就开始再从后面捅了 所以那个 那时候日本在本土被轰炸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在抓 大家都在传闻 说美军的轰炸是地上的那些朝鲜的 帮他做那个标的的 打朝鲜人 不过不管怎么样 日本人发现这两个地方的兵都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台湾太多抓耙子了 那现在你们这种诈骗集团更动员不了了 黄军强巴拉动员都有问题了 你们更动员不了 还想到 可以 我们就拭目以待嘛 看你怎么动员 反正反而绿色的 媒体是注意到这些蓝色的还在那边装 装模作样 假装不知道 还想把这个问题啊 把这个焦点引到中东去 引到以色列那边去 蓝色的媒体还在这么搞 这个乌龟王八正常 就是这个招数 他的招数也就是这样子了 他的招数也就是 把问题转移到 别的地方去 从过去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招数 那你现在 战争中打起来 你再转移焦点 也只是会给爆更多战争 所以我说 乌龟王八带倒霉运就这样嘛 他把那个焦点热点往那边转 对全部的人都是倒霉的 包含对美利坚海盗也是倒霉的 他的美国组织 信他的 那也一样是倒霉的 所以现在拼命跟他勒索钱 他在那边软炕 因为台湾这边是 汉奸买办 还有利益集团 在那边共同 盘剥的 那他帮你盘剥台湾老百姓 给美国海盗 他愿意啊 但是你要把他的盘中餐 全部给他吃光 肯定不愿意 所以他现在偷偷去 支持那个民主党 支持民主党 可是我认为川普上来的机会很高 而且我希望川普上来之前 我不管是前还是后啊 你就要避命 避命是一定的 所以这一次伊朗跟以色列 这场战如果打起来 就是长期战争了 长期的打 断断续续长期的打 那 俄乌 伊朗 中东 以色列 以色列问题整个被挑起来 再到台海 那热独有机会了 你还想要躲吗 你躲得掉吗 你也只不过就是造假新闻 拼命的帮老外造假新闻 甚至还劝老外造假新闻吗 先前你看台湾那个 蔡英文时期去搞那个LGBTQ 给他这样一筹奥运 现在奥运都已经有变性人参赛了 而且他们这些变性人参赛都很好笑 他们都是参加女子组的 不参加男子组 都参加女子组的 为什么一定要乱女子组的呢 都是男变女的 所以奥运不是都那个 已经在抗议了吗 一百六十几个变性人要参加 发现他们是变性人了 女子组里面有些都不是女的 那你不能歧视哦 所以说奥运还有什么好玩呢 一堆变性人 一堆死gay 不是gay就是变性人 gay也就算了 变性人 那个奥运之士就不提了 不过重点 台湾现在有一个绿色的人 他在做那个动员嘛 他在那边演练 因为因应中共又要登岛演习了 那个因为现在都不播报 这种演讯都不播报 只有越来越近了 不播报 然后他们 做一个演练 我看了一个媒体是讲说 他们的底牌是 台湾的这些政府 要军队 要掩护政府单位 全部撤往日本 你回忆我前面那个天皇技术器 断水流要灭亡 他不是在恐吓吗 我死 我灭亡 你那个 于那国岛就是金门 日本就是台湾本土 他那个意思 那他的意思是要往你那边撤退 台湾沦陷了 那我想到那个老蒋蒋 南京沦陷了 我要以身选择 他要以身选择 结果当然是 掩护撤退到台湾来嘛 那现在也是一样 那南京沦陷 大陆沦陷 撤退到台湾 现在是台湾沦陷 撤退到日本啊 这个 这个是如我前面讲的那个理局 这是断水流乌龟王八就是 因因你心阴流而生啊 生 生活 生我者归死我憋 他死就要也要跟着你 你天王哎 那先前他跟你那个抗战又怎么回事 这个这个味道 天王自己去品一品啊 从 从断水流的出生 袁世凯 孙中山 从跟你们 到你们日本那边乱配种嘛 然后袁世凯帮忙生嘛 神出来之后又一直中间又一直变色嘛 变形变色 变味道 还变位置 那个时候往 往日本 就是往台湾倒撤 那还不能说往日本撤 因为是先从你日本拿回台湾倒之后再往台湾倒撤嘛 跟着你走嘛 那现在 台湾灭亡了 他要跟着你走 又要再跟着你走 要撤到东京去了 因为我知道那些绿色的人为什么一直想往日本撤 他说万一不行要往日本撤 因为想的就是你那个女优嘛 想的就是你的那个腐败的味道嘛 要让你戴龟帽 然后你 因为你日本的之前有个议员了 女议员了 来台湾参与 那个好像是有日本种的了 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乌龟跟王八乱配的 他在台湾就选举就是日本名字 一个女的 我开车到中南部 看了一个日本名字 怎么可以选这个台湾的 然后后来日本女人去选那个什么议员 是直接脱光进选 要求全民女优化 难怪断水流要去找你 好 赞成 解放军登岛轰掉中华民国台湾乌龟王八局 蓝绿 蓝的要往美国了 绿的 往日本撤 你们那么喜欢日本 强吧 那就去 看天皇会怎么对待你嘛 至少有右翼会保护你嘛 对不对 他会跟你配嘛 那你不赶快去嘛 赶快做这个策略 引导车往日本去 很赞成 很赞成 这个岛不适合你 因为他已经不日本了 你要更日本 要 天皇都不承认啊 天皇技术器啊 你唯一他恨断水流恨的要死啊 那你是不是应该亲自过去 跟他解释解释呢 那个谢长廷在那边都都已经布置好 朱立伦是在美国布置吗 你谢长廷是在 日本布置 那民进党那些 土鳖死鳖 都可以往那边往那边滚 不管是什么颜色的 蓝绿白彩虹杂色 通通可以往那边去 要撤往资本 改用年号 令和 也可以 不要有民国了 那到最后 看那个天皇的技术器是案几下 那他会对你有什么态度吗 你们可以赌一赌 我很赞成 我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有个日本女生来这边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 十年 十二年前的事 她来这边的时候呢 我看到台湾的男生 全部都是一副那种羡慕的样子 拼命的想要留她电话号码 长得也普普通而已啊 看到她就想到A片 我就搞不懂 现在这个台湾的 所以说乌龟玉王八 图兵 她会知道这是同类要配种的 去配去配 因为你们都是在台湾都是烂种 赶快去 看天皇怎么处置你 就好像 她处置安倍都是那样子的 跟不要说处置你们了 太好了 我希望赶快去 你整个政权 最后就交给天皇圣断了 圣断 圣断说 整个中华民国的一个支器 绿色的 往那边去 蓝色到美国 到美国 朱立伦那一帮建筑 那个下场我是大概知道 但我不讲 到天皇那边 我还不知道 我很好奇 你要怎么应对 你按了中华民国的计数器码表 从那个 从 从朝合那个时候就开始按了 按到现在 不知道第几次了 没关系啊 这一次是变绿色的嘛 全部撤退 所以你们 有民进党的 有绿色的 赶快去啦 赶快在日本 布置一下 去那边去 多吃点和食品 来对天皇表忠心 看天皇要怎么处置你 我们呢 迎接解放军来 这是 轰掉你这个中华民国 蓝绿乌龟王八 这个是 绝对不忘 绝对不冷却的 终身执志 我这边额外再提一段 就是 这种乌龟王八政权 他是怎么样给你带倒霉运 我自己以前的人生体验也体验过 那时候我记得是当兵时期 那时候就遇到一个人 那个人的长相很像李登辉 我现在想起来 就那个小人脸 你就当做是他那个脸好了 他跟你讲话 绝对是 都是图有其表的 富得漂亮的一个分 但是 他一直在观察你想要做什么 你要做一些好事 他的兴趣缺缺 长远的是 假装听得懂 附和 但实质上他听不懂 但你要做一些什么 要比方说花钱的 对长远不利的 他就很高兴 他会特别高兴 因为有可能对他有利 我那搞懂 为什么他那个 那个会特别高兴 你把那个人的人性 把他转移到 台湾这个乌龟王八局的 这个政权 他对大陆对美国 他们的态度 你就可以很清楚 他对大陆 因为他恨你嘛 对不对 所以他会暗中的抱负 因为像我后来记得这个人 他讨厌那个连长 他退伍的时候 就刮他的车了 做一些那种很卑鄙的事 捅破他的车胎了 他对大陆 他是这个态度 对美国呢 就类似像对我那种态度 他很希望你赶快花钱 他会狠狠摇你一笔 我后来知道 他骗我一笔 就是退伍钱 我说你骗我一笔钱 你这次骗我 我跟 后来那个连长进他的价 进他的价 然后所以他恨那边 他就会去捅 捅破那车胎 然后 他对我的话 你看那个态度 你就可以很清楚 他会用那种 捅你去花费 然后引导你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 他会很 把他讲的 把你形容的很合理 所以你可以看那个 为什么蔡英文搞那LGBTQ 跟那些所谓外国友人 他那边拼命的在 吹捧美国这个政策 对呀白左好啊 好啊 赞啊 后果当然你们自己出啊 你们自己出啊 他就是这种态度 所以美国也会给他带党运 给他党运运 他那种逻辑线 他那个 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了 他是怎么给你带党运运的 他一定奉承你的 然后希望你做坏事 希望你做一些消费 损耗自身的事情 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 很漂亮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独白 真的是一个漂亮的独白 就要那台湾政客 漂亮独白 要害台湾老百姓一样 所以这种 像这种小人 我们从这个经验 你可以获得 这种小人 直接删他的脸了 直接打他的脸了 不要客气 所以像对台湾这种政权 也是不要有好言 所以你看为什么 先前我也讲 邓江吴小首席 邓江吴小首席 你对台湾这个 乌龟王八政权 这么好 他会怎么害你呢 他绝对不会给你有好的结果 只会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精神金钱 把你引导到错误的路径 你到最后 你再骂他臭狗屎 有什么用 骂没有用吗 像邓江 像江湖 尤其湖 你可不可以很清楚了 你对台湾特别好 好 那你看你会不会特别倒霉 会 所以现在习很重要 因为你走到这个关键节点 要按下这个按钮 把这个烂阵群轰掉 那你先前 马英九跑去找你 在那边舔 在那边 蓝色轮流的去 在那边拜 最后见不到你了 他哭嘛 对不对 五窟 哭着求见 然后又开始讲一些废话 那之后再也见不到啦 而且也没有办法单独见了嘛 那时候五窟的话 就来几个常委一起陪他嘛 就五常委 因为你哭五次 我还算 是五个吗 我忘了 反正在座有好几个 看你哭几次 承认几次 就来几个 总之不能单独见的意思 你就是不能私相授受 因为他为什么想要单独见 想要私相授受 这些都做不到了 那你面对这种小人 这种超级小人政权 那你的倒霉运 就在于 你会不会按下去 你按下去就不倒霉了 你被他的那个 那个那蛊惑 一直 他会渗透你内部的人 这你知道的 在里面一直弄刹车皮啊 这很清楚 这种局势这样也没就知道 是刹车皮了 虽然说这个刹车皮有一个 有一个极限 你把里面的人拔拔光 我前面讲了 拔拔光 他的刹车力度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迟早 也会预约点报的 就像伊朗 内部有很多美国养的那种代理人 你现在还是要点报 俄罗斯也是养了很多 那种代理人 你看普京是多辛苦 用了多少年把他给 终于开打 现在你不要小看普京了 普京现在 已经节节胜利了 普京的这个故事让我感觉 他跟习之间的故事 让我感觉有点像是 以前我们小时候读的一篇文章 是穷和尚跟富和尚去取经 他已经变穷和尚了 所以穷和尚就用脚 辛苦去走 三年之后回来 富和尚还没出发 还在整他的那艘船 还在整他的车子 还在准备当中 这就是穷和尚跟富和尚的差别 这边小看普京 他像一寸一寸土地这样打过来 到之他成功 你没成功 那就尴尬了 就是尴尬 他就穷和尚也取经回来的 你富和尚怎么还没 会这样子 所以 这故事所以就是 你的倒霉运就是那个 轻的速度 所以我前面讲 要清除内部的刹车皮的速度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用各种方式去踩刹车皮 甚至渗到他里面去 你看那个小人 他可以渗透到这种程度 小人政权 有多虧小 你就知道多倒霉 所以要直接打脸 直接攻击 直接拔掉 这种一看就知道 他的那个气质 就是属于那一类 他很容易就会连在一起 所以现在 到了决断点 等到伊朗的那个 我现在很注意 俄乌战争 我们还要重新关怀 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 将要点报 乌龟王八卷开始吓尿了 所以他要做那个什么 宣教骗 军教骗 那个绿色要做军教骗 动员抗 动员 来对抗中国 像赶教中国了 没关系 你之后会滚到日本去 看日本天皇怎么处置你 那等到伊朗那边点报之后 这边 不报也不行了 不报也不行 朝鲜现在也是一直在摸刀活活嘛 这不会逆转的 我们努力再加拔火 绝对不让他逆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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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